据韩联社报道 美国太平洋舰队25号表示 一艘美国核动力潜艇 已经抵达韩国进行预定访问 韩联社声称 此举是在展示武力对朝鲜发出警告 报道称 美国太平洋舰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 排水量为6000吨的洛杉矶级快速攻击潜艇 斯普林菲尔德号 停靠在韩国南部港口城市釜山的海军基地 进行预定访问 但没有披露确切的抵达时间和预定的访问日期 消息还称 斯普林菲尔德号部署在关岛 经常在美国第七舰队的行动区域活动 执行海上安全行动 韩联社声称 美军罕见披露部署潜艇到韩国的消息 似乎是为了向朝鲜发出严厉警告 韩政府消息人士24号透露 韩美军方正就美海军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 下月底赴韩参加联合演习的方案进行协调沟通 报道分析说 韩美自由护盾联合演习定于下月中旬举行 尼米兹号航母很可能在下月26号驶入釜山岗 参加此次联演 不过韩国国防部尚未确认这一信息 自由护盾联演将包括实地演习 敌对行动模拟和战争竞赛 这是2018年以来韩美首次举行全面演习 韩联社称若尼米兹号实现访韩 可被视为韩美落实去年11月 在韩美安保会议上达成的共识 即将美国战略武器调遣到朝鲜半岛的 贫度和强度上调至常态化部署水平 朝鲜方面对美国在朝鲜半岛部署战略资产 和韩美联合军演表示强烈抗议 朝中社24号刊发朝鲜外务省 美国局局长全正根当天发表的谈话 报道称全正根在谈话中警告美国 如果不顾朝方反复的抗议和警告 继续习惯性的奉行对朝方的敌对挑衅行为 美国日后很可能被视为对朝方宣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